一般那什么排骨啥的都会做吧 不会啊 什么也不会啊 那炖鸡啥的 不会 我洁癖 你像地上有一个头色我都去捡起来 性别怎么样 大哥哥 急 相当急了 跟你爱人啥的 吵不吵架 吵架 有时候这个事要做的不对 是不是突然间就急眼了 不是 做的不对就是不对 那我还不会哄人 今天来乡亲的大人真是小母牛坐火车 牛皮哄哄啊 知道的是来乡亲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选飞的呢 咋的 以为大妈都嫁不出去了吗 田大爷 今年七十岁 退休金每月五千一百元 有房 你还没进屋 来来来来 这是我自己在这屋住 这屋的尾声啊 是什么 全是我负责 你就摸摸着 我这好几天都没插了 一点灰都没有 我就是干着了 哎呀妈 真是的 我干的非常非常细 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吧 就是在那里头 你看那空中里头买的 我必须我得搁那什么 就是几脚干啥 对了 几脚干啥 还有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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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全找 还有这净框 买可不是咋的呀 就是一两个 什么什么啊 那咋这么爱干净呢 大哥 洁癖 虽然是个操老爷们 但家里被收拾的干净利索 井井有条 除了爱干净 而且大爷还非常的心灵手巧 当年给母亲打敌一跪 到现在都还能用 大爷说了 在他们那个年代 没钱买家具 想要娶媳妇 就得自己学手艺 我不是知识青年下乡了吗 下乡在能村 给你打敌吧 那个就能村有木下吗 我这个跟队长 说你要好奇这个 你就帮他 那个帮下手 先学的是打窗户打门 这是我们这插饮嘛 买不起家具 结婚 你必须得 你要没有 你就别结 你就结婚 你没有 人家女孩印了也行 就是心灵手巧 就想入这个 靠着学来的手艺 大爷成功娶妻生子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本以为一家三口 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没想到在妻子 50岁那年 查出来乳腺癌 为了挽留老伴的生命 大爷开始拉着老伴 四处求医 七年半 一分没停地 被他看病 后来七少 大夫总住院都验识了 他说你别致 靠着别致 他已经转移脑子 都跟脑神经 我刚好就想 我说你跟大夫说 手术 手术脑袋 他说你有那啥呢 有必要 手术都这样 你还守什么术 那真的心灵就是 你当时吸引咋下 手术能给转移 它是转移到脑袋了 转移脑袋能给脑袋 那个瘤儿拿着 咱们天真 那怎么 你这转移脑袋 你废头上也是 原来鲁线 鲁线一转移又转移到脑袋 又转移到骨头 我这个老板去不了了 看病 我后面包车给我桌子 边座踩去了 踩去了 我坐一个床 铺的 什么褥子 我经常能过热的 老板 虽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依旧没有得到老天的垂帘 还是残忍地带走了妻子的生命 同此 这个家不再完整 为了走出伤痛 大爷开始四处游山玩水 但每每回到家 强烈的孤独感扑面而来 于是从丧气之痛中 走出来的田大爷 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找一个65岁以下 589都行 对演员 对演员就会做饭 最好喜欢留的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立马无限对接了 一位年龄相仿的大妈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还善谈优秀的田大爷 开始搞事情了 大哥有什么爱好吗 没有 那你天天都干什么呀 天天没事找机场 开车 不喝乐喝不喝酒 要是有酒局的 我就骑自轮车 我就蹬着就去了 啊啊啊 叔叔还愿意旅游 叔叔说的啥呢 主要就是一个是溜达溜达 嗯 也没啥事 再一个就是也解决吃饭的问题了 哈哈哈 关键就是做饭 艾玛 大爷 你不是一无所长 再给别人添堵的方面 你已经做到登峰高级了 不是没爱好的吗 大爷说了 咱不仅没有爱好 而且还不会做饭 找个老伴 必须得能解决做饭问题 那个一般那什么排骨啥的都会做吧 不会啊 什么也不会啊 菜头不会去 炖鸡啥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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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洁癖 我洁癖 你像地上有一个头色肉的就捡起来 那这不挺正常的吗 我滴个苍田呢 大爷 这是喝了多少啊 大白天说什么糊话呢 咋还东扯葫芦西扯瓢 逮啥说啥 大妈也是彻底蒙圈了 这老头性能有问题啊 性能怎么样 大哥 急 相当急了 跟你爱人啥的 吵不吵架 吵架 有时候 他说这个事要做的不对 是不是突然间就急眼了 不是 做的不对就是不对 那 我还不会哄人 对我老外 我过了这些年 我也没哄过 就这脾气 媳妇能不生病吗 跟你过日子喝凉水都在呀 穿到袍都得撞尾 这回大妈也不留意了 什么情况啊 看来今天出门没看黄医啊 这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找气瘦的 阿姨我刚才和叔叔沟通了一下 叔叔说呢 他就是性格人 我就是这个性格人 他说那我肯定不是像张伟就着 然后跟人家近鼻瞪眼的那种 关键吧 是这样的 俩人能不能喝饭 不愿意吃馒头 我就拌凉菜最好吃 我还最愿意吃凉菜 家常便饭我都会 那这行 你烙盒子也好吃 我还最愿意吃盒子 我俩吧 这个共同点 就是我俩这个吃的东西 共同点还能吃的 阿姨你看叔叔 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自然一点了 有点效果呀 阿姨说你看 我咋的就这样 我没啥时候 没啥时候 我那个 处理人 处理朋友什么的 都值得 这种人吧 可能是感觉上不好接触 但是接触完以后 你觉得你跟他教训 别看大爷说的风轻云淡 咱红娘听得真是心惊胆战呀 就大爷这聊天方式 一般大妈还真招架不住啊 我不惜人 刚刚被红娘使出吃奶的进游着的局面 又让大爷给搅黄了 我就验逛机 对商店相当烦恼 你要买衣服 逮我 你拍照片也好 你说你相当那个必须我再看 我看 好不好看 那你要单独 我就买这个 那不行 你觉得阿姨今天这一事怎么样 我看看眼光能不能整得进去 不行 今天这事不行了 不行 那太不行了 想着 那咋不行 这是不是静住静 太吐了 那你就喜欢你的不打扮呢 拉索 不打扮 其实大哥这会儿的要求挺多的 挺手救的地方 手救 嗯 那就合不上来 合不上来 完了 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大爷 相信你是认真的吗 真是活该单身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一见 老年相亲现场 大妈主动介绍起兴趣爱好 换来的却是 大爷面无表情的敷衍 感谢老铁的点赞评论一条龙 长按三秒你会知道什么叫快乐 今天来相亲的是 杨海江杨大爷 今年六十八岁 丧哦 咱大爷是科长退休 每夜退休金有三千块钱 退休以后 有事没事就喜欢出去旅游 而且在财政大权上 大爷还从来不管钱 妥妥的 大爷负责赚钱养家 大妈只需貌美如花 可大爷哪里知道 看似免费的旅游 背后其实隐藏了更大的骗局 那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互联网机资的 现在这属于都属于干啥了 不合法那个黑发机 他就组织这些旅游都免费的 花多少钱 二十多万 从头到尾 咱大爷都是毫不知情 直到几十万养老前被骗 咱大爷才了解事情的原委 后来老伴是因为就是被骗了 老伴去世以后 大爷也越发感到孤独寂寞 太寂寞了 这屋你看见你们来的没来我自个儿在住 跟谁说话 除了我喘气没有别喘气的 咱们除了一样回了一样 树上鸟儿乘坐盾 成为一个大活人的 照咱大爷的意思 自己活得还不如一只鸟 那咱就是想找个啥样的老伴 咱红娘保准 给你安排的拖拖荡荡 就是年龄就是 五十九到六十二三岁呢 可爱一点的那样的 就只有小鸟依人那样的 因为这小鸟依人 他能干啥那样的 没看出来 咱大爷还喜欢小鸟依人呢 了解完大爷的想法以后 三红娘立马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他背这大包啊 下来 我背这小包 我这里又拿个衣服 拿衣服干啥 你在哪回来呢 跟老二干回来 卫金灵卫大妈 今年六十二岁 每月退休金两千块钱 李 不得不说 咱大妈看上去是真年轻 全一靠鱼 做瑜伽 你这个练十多年了 有没有基本一点的呀 这个不就基本都算了 咱卫大妈现在 每天除了练习瑜伽 还要去健身房坚持健身 我现在开始去健身房了 在健身房 在健身房我现在开始练气息 练气息 练劲 我现在游人性有了 我想练点劲 为什么呀 强身练劲她 都是为了强身健铁 练身健多少时间了 现在可能健一年多了吧 我咋觉得 卫大妈跟大家的要求 略有出入呢 怎么看咱大妈 那也不像小鸟一人的样子 合不合身那也得见面才知道 那就立马安排俩人见面 这是杨海匠 杨海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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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一人都用大五花 你妈呀 你看我 你说我一人都出白侠 是吗 怪一个小的 俩人刚见面 大爷就相中了大妈的貌美如花 可咱大妈却表示 对大爷的形象很不满意 咱红娘好不容易说服大妈 坐下来聊聊 可紧接着 大爷这边就要整出个腰儿子 那啥吧 还随着 还啥 媳妇切了吧 也差不多了 说了是吧 来给拿给 你坐点啊 那边劝完这边劝 在红娘的一番劝解 最终俩人决定 再坐下来聊聊看 那你是平时都爱好什么 我的爱好挺广泛的 过去我说 你看别摩托车 我骑摩托车 过去都钓鱼都 再一个爱好就是啥呢 我踢爱好的音乐 踢着唱歌 我们也会唱歌 唱歌唱爱好 你也会唱歌 我在我 我去当学学唱歌 俩人好不容易有了 共同的兴趣爱好 于是咱红娘就趁热打铁 提两人合唱一首 以备 起 花蓝的花儿香 请我来唱一场 随着两人合唱 俩人的感情也快速升弯 可当大妈提起别的爱好 咱大爷表现得很不满意 我一个爱好爱做瑜伽 健身 先把健身唱歌跳舞 啥都爱好 啥都不敬意 啥都想玩 就天天就是爱玩了 这时就有老铁好奇了 大爷究竟是不满意哪一点呢 接下来 让我们听听大爷怎么说 感情 感情是因为不能时时刻刻在一起 不是我说 大爷咱咋这么那人呢 真当自己是个人 见人爱的老baby 那你说 你想咋的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最好就心境不离 俩人出去逛公园去逛公园一起逛公园 出去买菜 一起买菜 就回去做饭一起做饭 哎就出去双双回来双双 这个是个呆现 咋的 你以为是你头顶的两错毛 还得时时刻刻跟着你 一个瑜伽 一个上早大学 那时候占多了咱的空间 占多了时间 找伴找伴 那就是一天 你看眼睛找这个伴伴伴 就俩人 就二十四小时都心境不离 在一起 俩人共同出一个哈 共同个哈 咱大妈对于大爷的观点表示不能接受 对此大妈有话要说 我还没有这些事我就变成了 我老太太老天天陪着她 要我命一样 是不是要我命呢 既然两人的想法不能统一 而且都不愿意做出让步 最终一致决定 还是做朋友吧 听他说咱们哪有缘分呐 不成夫妻成朋友呐 那有啥 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要跟你牵上手 咱俩就是走得呼吸感情 牵手就牵到就会有的 不是我告诉你啊 就白头学老 必须得往好走 你去拔我一个真心 我都拔给你十个 那就走 宴区宴归几度寒 蓝风随雨催梦源 默然一世段无忌 回眸方的有缘 大爷大妈来相亲 了解完大妈的坎坷的上半生 大爷很是心疼直言 以后你就是我手心里的宝 结局更是温暖人心 董大爷 今年七十一岁 年入七万元 家有三间大法房 日子过的是有声有色 大爷就像蚂蚁的腿 蜜蜂的嘴 闲不住 除了这个鱼塘 大爷还有其他的经济来源 东边那块有一块 那块也是 这三块地都是长 以后多大面积啊 等上四五地 现在就是达到刀边炒了 现在都种点啥呀 稻子包米 一年你是自己种了 还是包出去呀 各种 一年这能挣多少钱呀 能卖四万多五万来块钱 大爷不仅勤劳能干 还站得高看得远 别人都在面朝黄土 背朝天埋头苦干时 大爷已经发现 商机又添了份收入 变害器还等于吧 变害器 啥变害器啊 这10店的变害器 前面那个 嗯 那你给我瞅着 能过去我看看吗 能过去 这个变害器是我个人拦的 酒菜单装公司给我拦的 表箱都我个人拦吗 就这一个鱼子 全是我这样的 凡是有水田都是我家店 你这个给店 给的不是家用的店 不是名的店 就是店的水道使的 水的地使的 你能供多少店呢 供了多少个地的店 30多少的 一场地它够300吧 30年了 从我花12万八娘 这边器我都挣回来了 这三四年时候 大爷要带了 这边器给我二四万 大哥你挺有赚钱头脑啊 靠着勤劳的双手 和聪明的头脑 大爷的日子 过的是比上富足 比下有余 虽然富足的生活 让大爷很是满足 可毕竟白天不懂艺的 要是有个老伴 那不是好上家好吗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8岁 没房没得宝 靠打工为生的卤大妈 这个我再一进来 看到他这么多床啊 我那个招俩住许生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一个孩子700 这房子是咱的不啊 不是 这是我租的 就是等于没有自己的房子的 在酒店啊 没有 给你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租的 一年是8000 一个孩子700 去了房租还有伙食费 就是所有的费用 能剩400块钱吧 不挣啥一些啊 不挣啥 但是没有办法呀 我那个这不自己带着小孙女吗 多大呀 18 18 那就是上大学了吧 高中 还有二年 那你说就我这一个人 整着孩子也 忙我再打一份工 一直就是干着保姆这个活 老两口 给他做三顿饭 手手手卫生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一个月2000块钱 妈还有点地 家里的 还有上半地 地租出去 能租接近一万块钱吧 他妈多少还给拿点 他妈啊 家里有妈呀 有 离婚 那就是等于小孙女 你一直管的啊 对呀 我六岁就带 一直带到现在 儿子呢 儿子在监狱 话说麻省总从系数段 厄运专挑苦命人 大妈这上半辈子 那真是一堆堆的坎坷 尝尽了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在孙女只有六岁时 儿子婚姻破裂 从此孙女便跟大妈相依为命 为了供应孙女 大妈的日子过得很是节俭 那就是 我就是自己 基本上不咋买东西 感应就是 干活那家 人家有啥吃 咱就跟着吃点 我花不多少钱 百头八十的好像都花不上 一个月呀 对呀 就是我那次发个朋友圈 我说这是2022年 一月到七月 我第一次为自己买点东西 我买了一杯奶茶 一杯奶茶 七块钱 还有一个奶味饼干 我那是最喜欢吃的奶味饼干 那饼干是七块钱 俩花了十四块钱 这对你来说 就是挺奢侈的事的 对 挺心情的 那天就是有点心情不太好 一想起过去了 想起我家老头 在嫌嫌是孙女 我说我这一辈子 你说为了谁呢 为了啥呢 所以人爸也不坏 干活也能干 长得一说不漂亮吗 但是也不是那么磕的 为啥就这个命运呢 自从儿子吃上公家饭 彻底打破了这个家的宁静 大妈的生活 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儿子的事情 已经让大妈难以承受 没想到儿子进去一年后 大妈的天又塌了 我儿子去进监狱 我儿子进完监狱一年多 往我家这人又去世了 我当时 哎呀 心里都没有份的 现在又得犹豫症了 要疯了是 妈我家 我哭了两年多 缓不过来 就现在也总想 虽然接二连三的变故 已经把大妈逼到崩溃的边缘 但女子稳弱 为母则刚 为了养活孙女 大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所有 继续抵离前行 就是没想过 说我给孩子放弃了 说你那个 说我这样的 你算你妈呢 叫孩子走 我一点的想法都没有 我舍不得 我老公就是刚去世那下 媳妇说了 说你算妈妈这来吧 别拖累奶奶了 奶奶一个人 带你多不勇意 他说 孩子也挺懂事的 还说我奶啥都没有 我奶啥都没有 就说我自己 不舍不得离开 对 孩子也挺懂事的 说奶奶你放心吧 我就是 半做完就 我也能养你老 我说奶奶就希望你幸福 你健康就行 看着年国伴买的奶奶 为了自己日子 过得这么艰难 懂事的孙女 看他眼里疼在心里 于是鼓励奶奶 再给他找个知冷知热 把奶奶捧在手心里的也 对于未来的老万 大妈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别瞧不起他对孩子好就行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大妈跟董大很是般配 于是立马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见到年轻貌美的鲁大妈 大也算是武则天思老伴 失去理智了 还不知道大妈姓啥名啥 就这么轻易的把财政大权拱手相认了 为了庆祝今天的缘分 大爷二话不说 就下水捞鱼了 很深了里边 里边啊 那里边两人来深的 这是边有钱的 你慢点啊大哥 我都不能进 没有没有 这里水深的把这 从水深深送上下来 整大鱼大大皮了 这好看去 很好玩的 那我赠你一把 来吧 没事没事谢谢啊 香水都是缘分 那谢谢我洗手上午 大哥心里得多挺 天天天这一人我身相同 相同 相同了 控制不住的说 结果真相同 那我真相同了 把大西瓜绷扎起来 这吧 啊买西瓜了 嗯 还是大哥长的 大哥想的就不到我 放我的人吧 我当时是我哥人不是夸我哈 我哥人我告诉你抓钱 一般他抓不过我 抓钱抓不过你 那 大姐来上车吧 我来回家走行走吧 坐这个车呀 坐大哥的大门 来不坐这吧妹子 妹子你坐这吧来 带你瘦溜的哈坐你前面 哎呀妈我可想到他的体型 长得真好 自从见到五大妈后 大爷那心情就像妈要拌小菜 瞅你最喜啊 久汉冯干连 真真喜欢你 刚进家门就开始迫不及待的介绍起 自己立了的小院子 扣道里面有大棚吗 包米眼的这边的包米眼的这哪些 真的 上街这个鞋子都找着自己吃的 就是在这里面吃的 没有老板就我哥也种的 在这中央的荒的也没工夫整 我都吃不完 地水多 时尚的意思 跟我儿子俩整过来 对对 儿子单过单住呢 儿子在这屋子 儿子在这屋子 他们是单 这儿子成年在家 这三件发布 大哥自己在这屋生 我再接我们看看吧 这是大跟我 这是我物 他们平时把带过程度 我都没擦 你基本不得一会儿开过 吃饭了 不带过程式 做饭就咋了 也就忙着插羊肉钱呢 帮他做点饭呢 那都行 那都没问题 不见人多呀 不见人多 我不是说是特别孤僻那种的 到一起的就是一家人 不从个家 来回来吃点饭那都没事 就是求手啥的 我这啥都能干 都没不成问题 不过外边跟谁相处 都能处得来 得知大爷跟儿子一家 同住一个屋园 对此大妈并不介意 而大爷之所以 对大妈这么喜欢 除了一位大妈 无论是五官还是身材 都长在了大爷的审美上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长得跟我小同媳妇长一样 你不用拿相片给你看看 拿着我看 基本差不多真的 这身份证 你看这照片 是跟你长的脸上脸皮 上脸这都可像了 这地方 他嘴巴像不到 他像不到 你看这像不像 你说是不是有点像 这就是缘分呢 缘分 真缘分 不得不承认 大妈长得确实 跟大爷的老爸很像 眼看大爷对自己 哪哪都喜欢 大妈心里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生怕大爷 建议他那不懂事的儿子 我家老爸去世了 我带个小孙女上学 孙女上高二 我和九台租的房子 还得两年毕业 几分离婚了 都离孩子六岁就离婚了 因为孩子六岁我就带着 再一个就是我儿子 我儿子就是在服刑 打说的我这个负担挺重的 你考虑好了 以小弟多年的经验 一般这种情况 大妈这其中一条 都能让来相亲的老头望而却富 那么董大爷今天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担忽的事儿 我主要是乡东人 就是他老子一颗石灰的 我就去乡东人 那这小孙女 你打的金融多大呀 他就是 反正就是最晚 就是两年高中毕业了 我就不用管他了 他两年就三年五年 你就下大学管点也没毛呗 正常 就是小孙子在花钱这方面上呢 叫你一声爷爷 你要给一点你就给一点 你不给 我也没啥说的 我自己也能承受他 我这拿钱我当初的钱 我当时的 就是我家卖地呢 你也就是差不多过小孙女上学的了 供两家就帮供两家了 那是我孙女 我不得供 我这孙女供13年 小孙女我跟你俩经过 上学了啥的 别说我欠你钱 该花就花 老爸一回 你就三年四年的 三年四年我不成的硬生 我也能挣的 那我不打他喝的 他能实行跟你博弈子 不懂我这样吗 挺满意的 挺好的 挺差的 不是那口嗖那些事儿 我当时是 我是最心疼老婆的眼儿 我当时像虎了 都说我后半生又虎了 又是大哥的又虎了 又是大哥的又虎了 丑丑大爷做事那真是敞亮 大妈也觉得自己遇见了那个对的人 牵上手 就是咱俩就是走的呼吸感情 就牵手就牵到最后有了 不是我告诉你啊 就白头学老 必须得往好走 你去拔我一个真心 我都拔给你十个 那就错了 牵手成功后 大爷立马开上他的小三轮 去超市给大妈买了两大袋 他不舍得买的奶味饼干 大爷说了 只要大妈喜欢管够 好了 今天的相信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阿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 相亲现场 大哥大姐护生好感 红娘见状决定先行 车里给二人留下空间 实惠大哥 却不知该如何把握 最后还是大姐给他现场 吃点迷心 今天来相信的是 这位光头大哥 张正环 53岁 李懿 月收入4000元 租房住 张大哥今年53岁 如今每天的生活 都以运动为主 肯定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好 就像你得到好处了是这样 几年前 张大哥在单位下了稿 那他如今的生活来源 又是什么呢 继续吧 或者吧 这房子拆迁了 这家老房拆迁了 总共给我钱是80多一点 靠这个继续吧 他得在那银行买个理财 不有利息吗 不限鸳鸯 不限鲜 只限房子画个圈 差字写在圈中间 从此快乐每一天 如今的张大哥 就靠着拆迁的补偿款 开启了快乐的休闲生活 而且再过两年 他就要领退休金了 到那时就更加的衣食无忧了 但这时红娘 却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原来张大哥 在房子拆迁后 没再买房 而是选择了租房住 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不错 早在2003年 张大哥就和妻子离婚了 那如今的张大哥 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找一个吧 尤其说找个 找个另一半 找个老伴 就不如说找个玩伴 他这玩伴共同爱好才好 张大哥就想找一个 和他有共同爱好的玩伴 按照张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起一个合适的人选 侯学荣 49岁 丧哦 月收入3000元 这老哥就 我妈有这个 我有个继母在我这呢 我父亲走了 然后 暂时就 我经过呢 侯大姐是一个孝顺的女人 父亲在三个月前去世之后 她就把继母 接到自己家生活 所以不管我都得过 老人 人老了也比较难 加上老人也害怕 一直也说 你要找对象 你说我是你的负担了 我就给你灯灯泡啥 我说没事 侯大姐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 但老天对她却很不公 早在20年前 丈夫就遭遇了一场意外 她出大缘 手指尾声就四米多高 第二尾四米多高 露到库房里了 就算成高威姐她 后来躺了16年 丈夫这一病就是16年 身为女人的侯大姐 却独自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如今女儿已经出嫁 丈夫也走了 在公婆的确说下 侯大姐打算再走一步 都有啥要求啊 想找个啥样子 有些人 对方最近嘛 得有个推油筋 然后有个住房 一心一意过日子就行 了解了侯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马上 拍两人见个面 带着水果 到你 到你外面咋地点 你咋不能同手 你这买几样子 买四样子 在来的路上 张大哥为侯大姐精心挑选了 几样水果 进来吧 没事 咋也买点东西 谢谢谢谢 谢谢 这买点水果来的 谢谢 张正环姓张 你好 然后侯学荣 侯大姐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人感觉还行 丑着人 挺干净利索的 不犯人 说完了演员可以 回来事挺长的 那个人 第一演员行 真行 相忠了 第一印象绝对相忠了 接着侯大姐给张大哥 介绍起家里的情况 这是我跟我姑娘住 我父亲走了 我继母现在暂时在我这 我父亲走一百多天 现在我咋的也得管他 听到侯大姐赡养继母的事迹 张大哥禁不住连连夸奖 经过和侯大姐一番简单的交流 张大哥再次表达了对侯大姐的好感 咱们中华女性嘛 应该说都做了 这咱得给你点赞 真事 不是哥会说真事 这是讲话呢 就是一个人必须 那种人品的过关 这一点过关 那别方面都行 接下来 二人坐下后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大哥平常就是 基本上每天都进行房 那挺好 嗯 这是今天 就是那种中老年模式吧 现在完了没干啥 也没上班 没上班 就当了退休了 当了退休 张大哥平时喜欢运动 对这一点侯大姐非常喜欢 但关于张大哥的生活来源问题 却引起了侯大姐的好奇 那你没上班靠啥生活 就靠中的那天上班 攒点呗 对我家房拆了 你六年给拆价款 那没再买房 房子我先自己吧 一个人找 就是不确定人数太多了 那现在咱怎么租着呢 现在租房子 张大哥如今是租房住 这不免让侯大姐产生了一些顾虑 我不喜欢租房 租房 我感觉就不像个家 以后要是真成了 我不喜欢租房 咋得一会儿我得买个房子 那你不能总租房子 租房呢 搬来搬去我感觉 就是不是家似的 对于将来房子这一块 张大哥其实也是早有打算 听了张大哥一番实实在在的表述 侯大姐感觉很满意 他觉得张大哥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对于二人将来房子的问题 侯大姐也拿出了自己的成业 关于房子的问题 经过二人的一番协商 很快就达成了一日 接着张大哥又问起侯大姐目前的工作情况 张大哥的这句上啥班啊 让侯大姐听了心里暖暖的 而张大哥说这句话也的确是发自那些 因为他对侯大姐的这个人太认可了 姐姐老妹挺好的 这是她说话 爸爸几个点位 意思 她就明白啥意思的 我们说得挺清晰 你要该问问我啥你就问 那你以后对就想想出 想出 想出对那就了解了解 对想出 你俩留个联系方式平常 行行 你帮我夹上吧 好的 没事 我记得都得出二百度 真的 这是滑金 带上来 带上来感觉咋的 有文化呢 完了这就我们去撤 行 那我呢 我外行 没事那你也可以撤了 你愿意撤撤不愿意撤 你就下楼子溜溜溜 那我就后出来 有个先去 张大哥和侯大姐也都是爽快人 既然相中了彼此就决定处处 到了晚上 红娘接到张大哥的电话 她打算明天给大姐做炖饭 一是想表现表现自己 二是她心疼大姐这些年一个人挺辛苦 所以她想让红娘帮个忙 明天晚上大姐下班号把大姐接过来 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拎着一包水果 一行人来到了张大哥的家 进屋后 侯大姐看着这一桌丰盛的饭菜 一股家的温馨扑面而来 挺好挺好 这家是 十千十美 都你自己做的 这鱼都自己做的 这鱼是那个活鱼炒鱼 有鸡有鱼有肉 还有肠 这个小土 猪耳的干 还有水果 吃饭 有点那个瘦醋肉精的感觉 幸福来的太突然 看着侯大姐脸上满意的笑容 张大哥也是看在眼里 填在心上 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是必须得好好的 必须得最大的 五星级的全部就是必须得顶格那种的 有多大劲是多大劲吧 就是感觉到更亲切了似的 有点小紧张 是正常不那么拘谨 没有那种感觉 吃着这一桌热火而丰盛的饭菜 此时侯大姐的心里也是倍感温暖 因为她几十年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了 没说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说进家 就有人给你做饭 还要吃个热火饭的时候 但是没有 说心里话真的非常多 就感觉像一个正经办法过日子的人 那对方挺当回事的 挺欣慰的感觉 然后感觉遇到一位良人 人挺好 感谢老妹的崔青 最后在红娘的见证下 二人的相亲熏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 请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必须得五千以上呢 我那零花钱得给我 我这个工资会不交的 房得写我名的 那有车子的 那干啥呢 一点也不想付出 什么玩意你都想要 你找养老地儿呢 是找的 你是找个像的 你找个像就像找个像样 你别那么缺钱了呢 你是没有钱的 咋了这是 吃枪药了 天马流星拳 放屁带连环 我的眼睛可不是染缸 装不下你的各种脸色 赶紧闭嘴歇息吧哈 不然我看你这次的相亲选 李大姐 今年五十八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七百块 有房 三年前 大姐的丈夫因突发疾病去世 一个人在家实在是孤独又无助 如今在找老伴 大姐就想找个有演员的老伴 过完余生 那你得演员是找人玩是第一 第二是饮品 再就是这人必须得 诚心俩人走到最后的 诚心过日的 我感觉有的 这个二婚就是没有那么诚恳的心 我既然找了选中的人 我是必须俩人走到最后终点了 大姐的意思很明确 既然打算往前再迈一步 就找个诚心过日子的 钱多钱少倒是其次 那种想大伙的赶紧靠边站 她这条件都无所谓 有没有房子都无所谓 我不要求什么都搞这条件 最主要求就是演员身体健康 要说大姐这想法 在咱们中老年相亲界还真算一股清流 哪位要是跟大姐有缘 日子保重过的不差 可咱也不知道这红娘是哪恩情打错了 了解完大妈的择偶标准后 就找到了今年59岁 官方身高1米68有房 退休金预计3500块 相当格路的好大哥 这呢 这呢 你出来也挺快 还行 然后给你俩介绍结果 来吧 你好 你好 姐叫李平 哥叫郝广才 两人见面后 谁也不想多往前走一步 看对方的眼神 那是相当嫌弃了 哥哥的眼外貌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不是 差的太多了 身高体重投降 老媳妇 长得丑的眼颜差一点 那你最看重的是哪儿啊 我最看重的就是眼颜吧 眼颜放第一位 对 丑的有感觉心动的感觉 特别喜欢的 特别想跟吹卫相相中的 那属于一见钟情了 对 这俩人是八个歪脖坐一桌 谁也没看上水 正常这种情况该说白白了 可架不住小红娘为了完成业绩 硬把两个人往一起凑 非得让大姐给个面子 到大哥家看看 小姑熟着也挺栗子啊 干净 干净啊 哥就自己在这边生活是不是啊 对 卧室 这边是卧室 对 真的好小 有点拘捷是吧 要说这大哥家务活干的真是相当一流 家里不仅打早的一尘不染 所有的物件更是备放的整齐化一 看到这大姐那脸拉的更是比鞋拔子还长 小红娘你这是给我挖坑呢 照着你打电话我一说是 你一说他我感觉就是他 那不特性了吗 就这个遥控器 你这么高的都不行 这样都不行 必须得葬式的搞那会儿 还有哪儿啊 肯定有个性 你看人家那柜里头 叠着那衣服 我在电视上看着了 你在电视上看着了 你看对 你看我看了 全是叠上的 还都搁袋里装上的 这个是简单贵的 找东西好找嘛 因为找烂着 到时找东西包着 这个就是立着点的 给我看你这种西服特别多 平时穿这种衣服的场合特别多 现在不太多 现在穿西服的少了 自己开车吧 出热箱了 马上就穿包子了 不太穿了 现在以前 天津那种春节长的时候 能穿个西服 现在不拿出来 哎呀这全是隔袋装的 平时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说是不干的 所以没啥干 就是手是规整之后 它就走样了 没什么样子 有关系啊 横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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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摆头这么横平素质 不随意那的啥呀 男做女工 道老不重 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 我们不能成为生活的奴隶 虽然对大哥的生活习惯不敢苟同 大姐还是决定坐下来 跟大哥好好唠唠 水响一落座 这位格路大哥 就像吃了火药似的 对着大姐一顿暗讽 这咱们经常我看的录像 那年轻说话了 有时候听到一夜上 给你气去找 找一下 必须得五千以上的 我没花钱得给我 我这个工资会不交的 房得写我名的 你得有车的 那干啥呢 一点点不想付出 什么玩意你都想要 你找养老地方是找的 你是找对象的 你找对象就像找对象样 你别那么缺钱吧 你是没有钱的 你没要钱你自己挣回去 你为什么管人要钱 人的钱是假的 大哥就像是鸡窝里 敬个唐老鸭 敬听他巴巴了 我说您这是发烧烧到多少度 满脑袋全合计着空手套白狼 你这三针打敌全是可行啊 虽然大姐也没打三针大哥要钱 但话竟然说到这了 必须得为了女同胞搏一搏 打查一下 还要钱个儿去挣去 那你说老头 正常先看电视前看的 那你说假说女的 但不是说单独的肥你要多少钱 你是怎么的 那你说找个老伴 还得个儿去挣钱去吧 不是你珍惜吗 你得当吃力吧 要生花 能该来上班 我没听明白 刚才就说说我拦着你吧 随便都可以都可以问 可以说 所以要钱个儿去挣去 给那都打断 大哥咱假设 那你要找个儿班 你得进去 我听 刚才你到位大堆了 我拦着你 你咋支配啊 我听听 我咋支配啊 我就是说主张就是最好 我两个人工资给一起 你别什么 你搁起来 我拿我的 或者我搁起来 你拿你的 那就不像一家人了 你钱不该拿 该买啥买啥 该用怎么用怎么用 那为啥你的 就得搁起来 开三千 开两千 就不拿我 就得拿 那不平衡 那是夫妻嘛 你夫妻那玩得共同的 我拧他一股 在大哥的观点里 就算贴上飞过纸麻穴 也要扯掉根毛 别说两口子了 虽然大姐认同将来 两人的钱 放在一起花 但是从一个大男人嘴里说出来 还是有些扎耳朵 真正找一个 谁能一分钱不花 谁能不花两个活日 太上场了 谁让我公司的地点 那也不能说是 那是咋的的 那是脸的 个活泡 女生要活好 还有二三四年 谁能不 个人想 就一直在搞着 不可能 他首先做一个男生 一提出来 就觉得 心里不得劲了 咱想我就说了 咱再三要求 咱想从小夫妻 那从小夫妻 男一挣钱 不就是往那一冷吗 是吧 虽然对大哥是哪哪 都没看好 但流程还得往下走 没想到这小肚鸡肠的老哥 小姓子又上来了 大夫妻还能接着我家的情况吗 哥 要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 我想了解 不得了 不得了 也没有毕业的介绍 介绍那时候也不行 没有事 我现在要说 刚才管了我姓哥的 没老个个儿自家 真觉得不行啊哥 不听你这话是 他一再说不行了 就不行了 谁到了 我啥就说你了 我不到了 我怎么说你不喝鲁子了 我怎么说你不喝鲁子了 我说你刚才在这儿住在那儿住 您说观点啥都不一样嘛 我说你这么干净 你也答不到 你说我也不行了 那不我说表扬你呢吗 那是 丑丑 大姐这又是闹哪出啊 这老哥的态度也很明确 人家就是没相中胆 继续往下唠还有啥意思啊 再说 人家大哥最缺的并不是媳妇 而是一面镜子 丑的感觉好像稍微懒了一点 脸点上有正文啥 我有点觉着不了 你看我三十几十文的 这二三十年我是坑大气 你怎么太懒了 我就是 带我脑海里心里接受不了 啊 孙子小一点 年轻一点 就是给我也带年轻了 我现在心态不是四十七八岁的心态 不是五十七八 这是什么逻辑 你空荡三十年 就要找个三十来岁的吗 合着这三十年你是只长岁数 没长智商吗 真以为自己依旧帅气动人呢 好歹马上也是六十的人了 头顶都要突破了 赶紧醒醒吧哈 感觉差在哪儿呢 差得太多了 喜欢你的你闲乎人丑 你喜欢的人家绕着你走 你就继续挑吧 小弟预祝你早日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你现在能工作 你想来这边工作的多分享 十五万 为我十五买的房子 哎呀 一生的机器我都拿出了 哎呀 人间来讲 就像你们这种语言 简直是太少了 八十岁大马来相亲 他不惜花光自己毕生的积蓄 只为完成当初 他给大爷许下的那句承诺 今天的相亲精彩而特别 尤其是后面的桥段 老铁们别着急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余淑强八十一岁 丧欧退休金两千元 打电话非常急切的说想要见谁呀 相中谁呀 张霖吗 张霖吗 余大马口中的这个张霖 是之前上过节目的张霖张大爷 张大爷今年七十四岁 如今是一名环卫工人 那余大马究竟相中张大爷啥的呢 我看身体那么健壮 那个领导说 只要你不干干不动我才不用你 说明他特别能干 原来余大妈是相中了张大爷健壮的身体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余大妈也非常欣赏 他有病 他自己学会打针 我就受感动 我说如果这样的人 要是一辈子找个依托 能保证错不了 因为张大爷是农民出身 所以将来在生活上没有啥保障 但余大妈对此却丝毫都不介意 找老伴不见得说他挣钱多 很有地位 我还有工资 如果就是他不工作了 他能对我好 我可以养他 了解了余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联盟联系到了张大爷 张莲74岁 丧傲 环妹收入1800元 租房住 红娘和张大爷简单介绍了余大妈的情况后 张大爷同意和余大妈见上一面 我把张黎大哥给你带来的 他 挂在门上 在红娘给二人做了简单的介绍后 张大爷竟开门见身 直接问了余大妈这样一个问题 跪高几了 跪高几多大岁数了 80岁 一听余大妈八十岁的年龄 张大爷竟直接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80岁不行啊 岁数太高 原来张大爷是嫌余大妈的岁数太大 岁数太大 女同志叫啥呢 比男的小个三岁四岁十岁八岁都可以 面对张大爷对自己年龄的当面嫌弃 余大妈不但不怪罪 反而夸起张大爷来 张大爷的直爽让余大妈更加喜欢 接着余大妈开始主动介绍起自己来 我没有毛病 一辈子没打过针 60岁也不干我身体 什么都能干 所以说我要身体不好 我绝对不找老伴给你增加负担 别看余大妈已经80岁高龄 但是却一辈子没打过针 没吃过药 甚至比一般人60岁的身体都要好 而且余大妈还有家族的长寿遗传基因 人家里边都高瘦 就是他父母都活到了97、8岁 都是他爹一个一个尾色 那与他的这个主传因子有关 他家这个主番就埋到长寿学校了 听了红娘的这番介绍 张大爷暂且放下了 对于大妈年龄上的顾虑 而接下来与大妈的一番话 让张大爷对他的印象再次有了改观 我以前的老伴是黎修干 我照顾他91岁才走 就是他十几年都不到澡堂洗澡 都是我给他洗澡 给他嚼嚼盖剪头 我对他无为不至的照顾 当他病重的时候到医院一查 说这人多活20年 他一看着片子主人说 这人奇迹 看着片子像烂窝窝脑的 萎缩的 他还活着 这人人也好 看着张大爷对自己的认可 于大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接下来他要趁热打铁 继续表达对张大爷的好感 我那天看了你的片子 我觉得你这位人挺好 你那么爱心 那么爱劳动 说给二人自己学打针 对我很感动 我说如果要找这么一个伴 晚年还是会有个依靠 我不需要吃好的穿好的 我的性格特别随和 跟谁我都能合得来 余大妈的这番表白果然奏效 此时在张大爷的心里 已经开始默默认可 这个比他大七岁的女人 从他这个言品来讲 我还真佩服他 挺好 看着张大爷一点点对自己的认可 此时的余大妈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 正是余大妈我养你这句话 深深触动了张大爷的心 张大爷这番发自肺腑的夸奖 把余大妈乐得嘴都快喝不上了 接下来开心的余大妈要乘胜追击 她打算做顿饭给张大爷吃 我说别费事了 你不行不行 今天不管打电 你来了我家就是客 老弟你和馅 把馅我已经都整好了 你和一和 这五年当中我家第一次招待客人 尤其老弟是远方的客人 你和馅我敢嫖 二人默许的配合 让小小的屋子里立刻有了家的温馨 不一会的功夫 饺子熟了 一桌子菜也上桌了 这个馅做的不错 韭菜馅 我这韭菜馅有含义 韭吗 打个韭法 永久啊 永久啊 丸子是团圆 鱼 夫妇有鱼 永结同心 百合到老吧 我会对你更好 听着余大妈 对每道菜的美好寓意的娓娓道来 张大爷也是实性大法 她竟要即兴富士一首 景中月 景中花 你爱我我爱她 你爱我我爱咱们我爱她 张大爷这首诗虽然做的是文不对题 离题万里 甚至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但余大妈感觉到的却是满满的爱意 你现在能工作 你将来不能工作呢 我可以讲 你照顾我 人间来讲 就像你们这种语言 简直是太少了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 如今的余大妈果然兑现了自己曾经的诺言 我一看这住新房子呀 是啊 高兴 我再一位一位 那苦就变皮了 我做梦我能寻思 还能到城市里住这么大宽敞的 这么大的楼阁 那刚才想不到想了想 余大妈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 为心爱的张大爷买了一套新楼房 买个房子我俩住宽着一点 这房子是多大 比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70.16 花了54万5 再给租借1万 55万 花50多万买个房子 55万 为我叔买的房子 哎呀 一生的积蓄我都拿出了 哎呀 拿出了 这叫有府不用忙 是无府跑上一场 哎呀 余大妈不但给张大爷买了新房 而且也像她曾经承诺的那样 无微不至的照顾起张大爷 我没用她洗过去都我给她洗 我拿着她吃东西啥我都紧她 吃鸡蛋我都给她扒了 我总觉得她也不容易 十几年单身 说咱们女同志没有伴还能活 那男同志一个那太苦 如今的张大爷真可以说是掉进了密关里 她对如今的幸福生活 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们俩这就叫啥呢 说是吃苦香乐 在一起 神仙羡慕好半天 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娘呢 照她小几岁 我现在啊 我们俩呢 晚年这个幸福就得了 哎 我呢 到有一定时候 说她这个身体不行 还有我呢 我们得福死啊 相伴到老 看着二老脸上幸福的笑容 我也想由衷的献上自己的祝福 她们正在用生命诠释着爱情的真谛 你现在能工作 你讲来 不能工作的 我可以养着你 可以照顾我 严谦来讲 就像你这种女人 简直是太少了 勇结同心 我会对你更好 好了 今天的相亲到此结束 老铁 如果你对二老有什么祝福的话 请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现在的老年人相亲都这么疯狂了吗 土豪大爷拿出三十万来找老伴 只要回伺候人就行 实在太任性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七十五岁的李大爷 退休金三千二 别看大爷长得老 人家还挺有梦想啊 就想找个年纪小的老婆 耳不聋眼不慌 腰不弯 背不塌 不抽烟不喝酒 不耍钱 没有不了示好 没有不了示好 大爷那嘴就像是上了糖的机关枪一样 一下就突突个没完 找对象不仅要求年轻点的 还得有演员 职业谁要是嫁给他就享福了 找一个喜马游的演员的 身体健康 她的生活呀 身体元许出去留下 到我来肯定享福 经常没问题 那肯定没问题 你是类蛤蟆取青吗 长得丑 玩得慌 既然你都说了 来你这就是来享福的 红娘马上给介绍了 特别会享福的宋大妈 就问你这消费水平能不能养得起 姐你呢 用的化妆比你比我用的都贵啊 还行吧 这全是大牌的呀 还可以吧 这平时就是生活上就是这样啊 用 那这一套化妆比你什么要得多 我的 我买这一套化妆比你什么要得多 我买这一套化妆比花4000多 我买这个这又是梅了 跟香辈 香辈 我的衣服还都行 总买呀姐呀 总买 这一瞅 姐 谁一瞅这个 我的衣服一件都不一样了 香蕊 香蕊 现在香蕊蕊特别实行 姐姐真好看呢 这衣服 一瞅就是好东西 你这是多少钱呢 这衣服 我的衣服三千多 对人是四千多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我估计大爷听完大妈的消费习惯 当场就得心脏病发作 俩人刚见面 大爷就因为年龄没有相中 妈妈问一下多少次呢 今天七十了 哎呀 四大 七十岁了我 姑娘我宁可不找啊 我也不能对付 我寻思大妈 配你那是绰绰有余了 怎么还嫌人家年纪大呢 再说了 人家才七十 你都七十五了 比人家还大五岁 咱想找五十七的 咱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啊 大爷马上结束了相亲 大妹你别不愿意 没事 你这个 从外观呢 从说话呀 从局势研谈呢 都挺好 嗯 素质挺高的 周董也很合适 但是那个年岁是说 我们不打客户 女童是七十岁啊 我不怕你不愿意听 相当男的久 还真的 谁的尿黄 赶紧给他自省 有糖尿病的鼻来 不能让他尝到点甜头 有人能相中你就已经不错了 还在这挑三拣四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告别了这位选手 红娘又给介绍了65岁的杨大妈 刚见面大爷又没相中 看着性格挺好的 是一种好像是一辈劳动人 比较朴实 比较实在 但是呢 不行不行 他就说白了就 肤色 容貌 一眼看就不行 又想要长得好的 又想要年纪小的 又想要年纪小的 大爷咱别相亲了 有那功夫 在家做梦多好 梦里面啥都有 刚坐下就开始给大妈画饼 我这个自我标 自我这个范围呢 还心真想找农村的 农村的 朴实 单纯 实在 能干 我给的一定的生活保障 除了十个拉税以外 这都是我的 甚至之外 我要给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钱 哎 那怎么给俩人商量 你大概啥标准呢 大概就是一千到两千 一个月呗 一个一个月 半个月半年 或者一年我给 如果是生活十年 十年这个这不是二十万吗 然后我再给你备了十万 要保证我三串 这个时候他半个夫妻 我给你攒的钱 攒钱就是给你做养老钱 一旦我不在了 你至少是 我到家进了院 也能生活 我觉得我这个条件还是 站得住脚 有钱不买收银记 就听大爷吹牛逼 还三十万 能拿出来三万祖坟奏 能冒清烟 让大爷吹的天都阴了 还以为要下雨 结果是牛在天上飞 我不行 你应该挑大叔 你挑一来 谁都有标准 最后俩人也没有走到一起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相亲大妈太贪心 见面就往大爷要房又要钱 自己啥都没有要求还挺多 结局大快人心 这次来相亲的是七十岁的李大妈 大妈没钱没房没劳保 正儿八经的三五五选手 大妈现在是耗子搬家 要啥没啥 一心只想着找个条件好点的老头 来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 毕竟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才找个啥样人 找一个脾气好点 也能有包容的 年龄七十五 我房子让我下 没有房子 我没房子 因为我这个小没房子 你这没有房子 我没吵八夜 这就不是家了 脾气和年龄都不是问题 但是对方必须得有房子 能不能发家支付全靠未来的老头了 红娘马上给介绍了七十一岁的赵大爷 大爷退休金三千四 自己还有一套七十七平的房子 可以说是完美的符合大妈的择偶标准 谁知道俩人刚一见面 大妈就没相中 感觉他有白天房 我一吵他白天房 我一吵他心里 就像我就不得劲了 其实可能孙女是说过去什么 回头就走了 我就第一眼就没有眼影 大妈咱出门是不是没照镜子 自己和那非洲挖矿刚回来似的 还挑三解四 你要是个男的 还不一定有大爷长得好呢 既然人没看上 那就看看经济实力怎么样 大妈刚上来就开始打成房子的事 房子甚至是 目的不存 只有回去房子 让我随便住 他上来就问我房子 我就有点个心咯噔噹的样子 房子是事 你问我 你这也有啥呀 有没有钱 有没有房子 就签过这个的 你问我来的 问这个钱来的 没看吧 行 你看不看你 也没有留 啥 我说你看不看没用 你房子 不是自己 有点 我也有点失望 这也没想到 这房子 一问他不是他 他不是他 你咋好意思说呢 大妈 你是来找老伴的 还是来找房子的 再说了 要是真成了 又不收你租金 怕老头走了 你继承不到 还是咋的 但是人家说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你住没事的 我这你住的是终身的 很没事 你就是 说得敢不应该说 这房子归你 那咱不敢说 那我自己没有房子 应该没有房子 这喀喇喇喇喇喇 这也不是个假 大妈 咱都一把链接了 就别惦记老头的房子了 长得和大爷的亲兄弟似的 咱怎么想的 比长得还美呢 要不是有红娘介绍 我还以为 俩老头在这扯皮呢 那就是假如说 咱俩成了的话 这个钱咋经营 我这有房子 目的不存 目的不存 那我要来的话 其实我就这么就来了 那你是啥意思呢 原来是 就是说这个 有了保障的 你照着给我点 那也不能就这么就 我就这么就来了 好家伙 房子得不到 现在又开始 惦记老头公司卡了 进来的这五分钟 继续没离开过钱和房子 咱是来乡心的 还是来找驱管机的 那你也花了两千两千三千的 你干嘛 那两千三千 你现在的东西太有了 你只要你也说一千 那我就 不好说了 那你说咋多 我跟你说 我要将冬你的人的话 我这十万八万都有 没想冬的人 没有 人家老头一个月就三千多 能给你拿出来两三千 已经很够意思了 你自己要啥没啥 和你捉一起 就像拜靶子兄弟似的 谁愿意找这样的呢 没可能吧 但是咱就当个朋友出发去 那也 这都也是缘分 最后俩人也没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去讨论 散会 大院 大院都有一亩地你知道吗 然后手这都可摆着了 大哥也是 就贼摆着 然后散偶的 然后姑娘老支持了 那头都大腿 六十六 那啥意思 那一斤都大腿 五十五 那啥意思 你是想去陪个看看吗 还能陪着眼睛去看着 我问我 去打个团团 看看那儿 问问你 王大队能这样讲的 我笑的 他别人你去大成岁 我想看看 他就能不能看着我 你想看看这个大哥 你想争取一下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大妈来邻居家 穿门的了解到人家 相信对象的条件后 就开始茶饭不思的惦记上了 来 让我们先认识下 这位魅力老头 董大爷 今年六十六岁 年入四万元 家有四间大老房 儿子叫我上长春待下去 姑娘叫我上这个 我说我死 我就死这个 我说哪也不去 有的人女孩 都是怕老爹收老伴 你往这姑娘儿子 这咋老给喘呢 我这没着 十里八村 咱们农村有十里八村 就像农村有那个妇女 能上外边去烙忙了 干活了 人缘好那样事 见了人 人人不多 都托他们 我说给我爸找个老伴 我说去找农村 咱十里八村 有没有那样事的 我妈没五年 正好没五年 给我爸找了四年老伴 我早下决心 我就上你们的一节目就好了 真的 我昨天我给他说了 我说你可真是不怕磕着 这啥磕着呢你 这姑娘啊没着 我说磕着啥呀 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是吧 人家都别人过别人的日子 哪有跟我消你啊 你自己把日子过得舒心了 你才对得起你自己的生活 年轻人有爱情 年轻大也得有爱情啊 年轻人连老不都是人吗 这话说的还真就没毛病 不管什么年龄 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都需要爱情的滋润 能够得到儿女的理解和知识 大爷喜上为烧 把红娘迎进屋后 大爷的贴心小棉袄 又开始推销起老爹 瞧瞧我爹自己装修的房子 我这不是 后来手似的 他自己说啊 我这么大分 留钱有啥用 自己 自己拿大锤帮 把墙全跑了 都新装的 自己装的 一根柴火不少 我爸 我不说到我家就想复杂的 没气罐 电饭锅就完事的 咱们不烧火 不烧柴火 不烧柴火 我全是没气 和电 除了居住环境优越 大爷煎炒烹炸更是不在话下 而且花起前来更是慷慨 小日子过的真是骑驴旺子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就是我爸煎炒烹炸都会 我爸做啥都好吃 以前我妈活的时候 逢天锅节我们要都回来 都是我爸做 我们这块就是消费比较方便 就是前面你公路下来那块 就是有一个大的超市 杀猪十里八村的远近闻名 他家杀猪 可猪肉可好了 我爸杀猪就去 雪肠 雪肠大骨头 隔几天买点大骨头 完了一扔自己买个肘子 炖上了 完了我爸说 那我不吃干啥 那我没啥 不扣 一点不扣 你说全是猪肉吗 全猪肉里边 全是肉 全是肉 我这干啥是 第一全是肉 我们家姑娘 这点就是放弃 我爸 你想吃啥买啥 我姑娘到来不电影 这点都给干啥 吃不电影 像你的老人总留过河钱 完了我爸是不留 有啥呀 啥呀 我爸啥要花点钱呢 到我老了 到时候你们就给我一房 回事了 啥不用 能想得开 想得开 泱泱滑下笑为先 李仪志帮敬为首 大爷一共有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前段时间因为一次感冒 更加坚定了儿女为大爷 找的老伴的决心 可大爷这头还是有些顾虑 我爸说的 哎呀那你都要钱 我说的不都那样 也有像你这一样呢 是吧 要钱咱们必然也有保证 咱们说这个意思 你不能干啥呢 钱把钱提到钱 你要不提钱 我这头都给你拿 没得我俩人看看你 我这些要要多钱 我说不看拉倒 其实我爸不讲要一家演员 就是普普实实的 咱农村的 过农村生活的 是吧 你要是农村的 他能喜欢过农村生活的 就跟我爸俩 这不挺好吗 母亲去世的这五年 儿女们给大爷张罗了 好几个老伴 最终都是因为 钱没能牵手成功 大爷说了 不是咱一毛不拔 关键荷尔蒙 还没分泌出来了呢 就提前 这也太心急了 你要真给我 十一十亿的 就说你不要钱 我得给你钱 咱得说实的 两个人是 你说是不是那种事 也像你来咋了 咱说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你给我保姆这些钱 你当保姆这些钱 怎么过来 你就说这个是意思 哎呀吃 就是吃喝穿 就是我得这么说 我不能说保证 就是我对这个阿姨 像对我自己妈妈一样 因为她没生我 没养我 但是我能保证 我对我爸啥样 我就能对她啥样 就是那个那天他们说 哎呀现在这老太太 你都来都 说都不干活 比如说 我说她不干她就不干 假如说我爸要同意 我爸要愿意 我爸天天给她做饭 我也不管 就是我爸乐意 咋子都行 可不是吗 这要耗得搂貌疏教 触到分上了 还分什么你我啊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5岁 年入2万元 同样有四间大把房的皇的吗 几间房呢 三间 这房子好像一筹挺多年了吧 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就不用说看房子 我就看这家具啥的 你看这喜字 这是咱结婚的时候的 对 结婚的时候的家具 对 那这照片 谁结婚的照片啊 我姑娘呢 几个姑娘 结姑娘迎儿子 那儿子结婚的照片呢 儿子还没结婚呢 那儿子今年得三十出头了 三十 今年三十二了 对 那正常都应该结婚了 在农村 哎呀妈 跟外跑呢 说啥耽误了 他都没外够呢 这回外够了你说 哇 这姑娘还没了 这姑娘 就之前那时候 你儿子在哪个城市干啥的呀 他就个外打工了 在哪块打工 长春 那个前台服务员 就像那个初号又饿了 都分了 大家条件不行啊 地益还少啊 还没有经济来源 怎么也得给他结婚呢 按照大妈家 如今的经济情况来看 给儿子娶媳妇 确实不太现实 为了节省开支 大妈决定往前卖一步 要不怎么得的 我就是犯仇你说你 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晚上会儿我也想开了 会儿晚上还说我 你找一个王八不当 你要幸福了 王也高兴 说想找个啥呀 找个普普通通 本本本本的 就是对我好 王能接受我儿子 他不反对我儿子就行 了解完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准备带大妈 去大家家见上一面屎 红娘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大姐 喂 我刚刚有个车 你刚刚要求我去他们家 大姐 真的过来了 真的过来了 不是我刚才 等会儿再录 我给他看狗 我那狗可猎了 等待我去看狗 来吧 我的天哪 大姐 你觉得呢 别太有眼了你 认识吗 不认识我姐 你那种东西腿不认的 东西腿不认识 我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哎呦吧 你认识大姐呀 哈哈 不是 刚才你知道 就是我刚见到大姐的时候 我还跟大姐嘲咕呢 我说我们前两天 刚去给你们对面 那个屯儿 那个林大姐介绍老伴 这是我啊 但他不知道是谁 他没看过你节目 我就给他介绍去了 完了这不来的路上 我路过那儿 给打电话 这大姐一听出信 就赶紧要过来看看我嘞 哎呀 这太逗了你 哎妈 这不是上回相亲成功的林大妈妈 处的咋样啊 咋没成呢 你老头太能摸 他能摸不出 得拿口的 说话听说也不听 不是 他想 今天打电话 不着急 不是缘分 是缘分等都挡不住 可不是吗 强扭的瓜不甜 都这把年纪了 可不能难为自己 红娘手上资源多着呢 等给黄大妈介绍完后 再继续给你忙活 他家里是哪儿 得慧的 也是农村的 也是农村的 大哥家里面 那大院 大院都有一亩地 你知道吗 然后手里都可摆着了 大哥也是 就贼摆着 然后散偶的 然后姑娘老支持了 那头儿多大腿 66 那啥意思 55 那啥意思 你是想去陪给看看吗 我不去 还能被人去干 瞧瞧林大妈的这小表情 几个意思啊 得了还是回家吧 今天可不是咱的主场 好吧 这个就姑娘 我们这姑娘 先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个是董喜军 董大哥 然后黄茂芬 黄大姐 这俩姓的还挺像的 姑娘手 你好 你好 看她姑娘太支持了 有的姑娘反对 有的姑娘反对 你这姑娘的支持不是吗 这一点挺好玩 我心里看了我吧 你们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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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撒了 欢迎了多钱了 从头上就欢迎撒了你 哈哈哈哈 两人见面后 热情浩祸的董大爷 和面无表情的黄大妈 形成鲜明对比 什么情况啊 是没瞧上大爷家的院子 还是没瞧上大爷这个人呢 一进院 咋都不丑大哥呢 别人 哎呀 差在哪你就觉得 哎呀 这瞅着四十岁 就像七十岁似的 这心里老不舒服了 毕竟我年轻嘛 走 这我咋是问题 是吧 是吧 反正一反 干咋是咋 一反 这干咋是咋 我不挑 就是好汉 你这样跟花 不跟你过意子才撑 着实没想到啊 这俩人是八个微博做一桌 水也瞧不上水 说实话 这俩人站一起 还真看不出十一岁的年龄差 落座后 爸妈又开始搞事情了 不能那啥 嫁过来 我不能把我儿子冷 这个是第一点 给他师傻 他能嫁过来 不能嫁过来 要是假如说要行的话 让我爸去 是这个意思吗 去的吧 给你爸去 去完了 等我儿子撑个家 完了 我们愿意的啥 愿意回来 再回这里 也行 这么也行 我是这么打算 我不能真的 不能跟我儿子冷 行 毕竟他没有父亲的 回这儿不也一样 对我刚刚说 这么也是家吗 你俩成家了 我还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了 这毕竟不是自己家伙 大妈 过分了哈 凡事的有个度 优越感 可以让人自信 但是过度自信 就不太好了哈 最好是到厂门过去 不行的话 往这儿过来 过这边也行 我去考验一下 看他啥形态 看他这个人 人体怎么样 如果他要看中这个人了 他就可以过去 但是 你站在大哥的角度上了吗 咱俩今天见面 家伙我是大哥 就半个小时 他能有多在乎你 多相忠你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考虑过 我这有这个自信 我必须有这个自信 那你跟我说说 你这个自信 是从哪来的 我年轻 我能干吗 你觉得年龄方面 你是个优势 对呀 真是使个浪掉 腊巴粥里 你是算得早还是算得逗啊 自个长来的重在参与的样 还想拿捏人家 真是蛤蟆跳进秤锅里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五个孩子 我四个姑娘一个儿子 就说在我要到厂门 我姑娘是怎么样 别说我还不能 我就硬给我照顾我爸 我也不可能 让我爸到厂门 那不就是埋着往门儿女的吗 你儿女养不起老爹来上瘾家了 你就别说我家这条件 就批着这条件 唱 我也不可能让我爸到厂门 那别考了 我这么大事情 大这么大事 那就送到大姐吧 走吧 妥了 还没到两句就被送客了 这不是使个浪赶上个拉稀的 白来一趟吗 相亲结束后 就在红娘回去的路上 突然又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刚才在高速上 然后吧 打电话也听不清 我就下高速马上就给你回话了 我问你给大家瞳瞳瞳 看着哪儿问你 我那这么想讲的 我需要的 他便宜你这大成岁 我想看看他 他就能不能看着我 就你想 你想看看这个大哥 你想争取一下呗 嗯 不是 那你是从啥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呀 今天等你们回来 有这个想法 那你今天为啥在大姐家的时候 你不说呀 我说那谁跳你好啊 这根本就不是那么便宜吗 得 明天红娘又来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 那天是晚年突发的 本来都睡的挺好的 就听我熬了一声 然后接送一面就没抢救过来 如今丈夫去世已经两年了 对未来的老伴 张大姐有个特殊的要求 人要是说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呢 她能做生意呢 我还能帮她 趁着年轻你能争点是更好 原来张大姐是想趁着年轻两人再多赚点钱 这一点和勤劳能干的刘大哥 简直是不毛而合 于是红娘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刚一见面 张大姐对刘大哥的印象并不太好 但刘大哥对张大姐的印象却不错 接下来刘大哥开始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一听说大哥退休后仍然努力在外面工作赚钱 张大姐对此非常认可 接着张大姐也说起退休后 自己还想再继续做点生意的打算 那这会不会得到刘大哥的支持呢 没想到刘大哥对此非常支持 完全可以那问题不到 有个事业做 那我生活充实点 在做生意这个问题上 二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而且刘大哥还为下一步做出了更好的安排 我是不想做生意 那么咱们就开始出去留下 听到刘大哥的这个安排 张大姐对她的好感度再度飙升 反过来她又说了要是不想啥也不想干呢 咱们就开始去留去 这个也是你的想法 也是我的想法 这都是我的想法 她个不高长得不近 但是她的思想思维各方面的 跟我想的都差不多 此时这个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的刘大哥 已经用她的踏实肯干和头脑灵活的个人魅力 完全征服了张大姐的心 你见过57岁的妈宝南吗 今天小咖就带小伙伴们长长眼 这位是大爷的老妈 因为刚刚出去拍了个外景回家晚了半小时 老太太就开始了胡思乱想 生怕有坏人鬼走了她的宝贝老妖 蔡大爷今年57岁 退休金2600元有房 大哥单身多少年了 基本上就没结过婚 没结过婚 未婚 对 一直在自己 最近有谈过恋爱吗 谈过 有的是觉得我条件好 有的我觉得也没条件不好 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条件不好吗 他没工作 老宝也没有 我工资也低 我一公月2600 如果说我俩都有点工资 我还有个可以 那工资那么低 我 我是靠自己这样的工资 那能活吗 大爷 工资低就不能再出去找个工作补贴家用吗 打球打得这么生龙活虎 干活就喘不上来气还是咋的 还想花另一半的钱 就你这寸草不生的屋顶 外加不足一米七的身高 可能吧 除非大妈眼神不好 虽然大爷长得科尘 在家那可是一家人的金鸽的 不仅过着一来伸手翻来张口的幼儿生活 就连每月的退休金 自己都不知道2600元到底是几张 其实你说我吧也不咋花啥 好几天抽一颗烟 没有啥应酬吗 应酬基本没有 那你为啥不想自己就是找过经济大权 我妈妈说咋的呢 你现在没结婚吧 就总怕我那个烂花啥的 还带你当小孩呢 那可不咋的 总拿我当小孩 那你现在知道就是阿姨已经帮你攒多少钱了吗 我不知道 这不是 你问我老年就是觉得好像我要要的钱咋的意思 那母亲自己有那个 没有劳保 就是他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要是我的钱不够的话 他们可以赞助我吗 真是吃饱了的牛肚子 草包一美啊 直到现在 菜大呀还是家里的巨婴宝宝 不吃奶已经是对家人最大的安慰 家人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期望 只要能好好吃饭 长高高就行 我家总的因为我还是未成年 他为什么和我这种心理呢 总觉得我是不成熟 你看这总做的事做得不好 你说的一样处不好 家里他这些事情也都处理得不好 尤其生活这里这些方位面 还得由我姐来来照顾我妈 做了57年的妈宝男 家里的老母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大爷突然就有了危机感 没人给做饭洗衣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老爹走的走也没法再找个后马 最后也只能自个挺身而出 无私奉献了 他自己有没有说想改变啊 想改变我能不想改变吗 但是现在想改变不止慢慢来 还慢慢来都57的还慢慢来 我现在想找一个就是这个对方 就是我俩共同 他教我好好学跟你学 完了能去居家生活 就在一起过也不吵不闹的 生活就是复习 就是说的自理能力都有 他有我这自理能力差点 他比我强点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大爷不仅要求能照顾自己 还得年轻有退休金的 我老宝 年龄就是在不超过我的年龄就行了 40几到50几都可以 公司也少于2000块钱了 听明白了没 找老伴大爷不仅不给钱 还要给大爷花钱 还要能伺候自己 但是身为妈宝 找老伴可不是太大爷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必须得听妈妈的话 大娘今天多大事实了 86了 86了 坐一坐一坐 那坐下 是不是我们来吓一跳 没有 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我们给你儿子找了一下啊 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识啊 我不管 我不管 他找我也搞 你找我也啥 我不管这些事 我也睡睡大爷 对不找不着你啊 我找你也没办法 听到老妖要找对象 老太太不急不躁 生怕宝贝儿子被别的女人得抢走 但是说到这老儿子 老太太宠溺的眼神里 就像在看一个没出满月的宝宝 你是不是还拿你老儿子当小孩去的呢 嘿嘿嘿嘿 小人没回来管了 妈回 他八蛋就是回来 我说他还有坏人 不这么大了 还担心他遇到坏人呢 哎妈 刚过二十的摄像 小哥都听不下去了 了解完蔡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不厚道的找到了赵大妈 这不是宋大妈 鸡黑窝吗 赵大妈 今年52岁 退休金2500元 有房 虽说大妈有退休金 闲不住的她又开始做起了保姆工作 因为大妈的勤劳能干 深受雇主的喜欢 我也是一直忙于工作 一直给那个女孩做饭 她爸爸妈妈工作忙 女孩十三 都已经给她干了两年多了 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一个月也开多少 一开始就给一千五 完蛋后期了 完蛋这不是嘛 那个女孩吧 就是跟我俩就挺好的 就当时就是跟那女孩 这我俩老科嘛 阿姨你会经常照顾我到高中吗 然后我说怕是不会的 就是我女儿就是结婚了 要是有些事情啊 就是阿姨就不能来了 就跟她帮我手 她说爸爸妈妈 给阿姨钱少了 我怕阿姨再因为钱少就走了 那给长点吧 后来给我长到两千五 赵大妈一共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在女儿五岁的时候离婚 自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女儿考上大学后 大妈惊人介绍 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二春 没想到 对方竟然吃起了闺女的醋 非要大妈在她与女儿之间做个选择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当时她离的时候我也说 总是你很要考虑清楚 我说这个世上没有没后悔要 这么多年你觉不觉得 为了自己的女儿是否自己欺账了很多 这个绝不后悔 我就是我的女儿的幸福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都绝不后悔 我心甘情愿 你夫妻能过过不能过你就自己 你也得扛起来 你这是咬紧牙魂 你也得扛起来 这个是一个做母亲 为了女儿 大妈甘愿付出一切 为了供女儿上大学 大妈洗澡贪黑 一天两份工 大妈却觉得很幸福很值得 因为人家有个懂事的闺女 她读书期间她就是 我给她买的好看板的 时装满的 她都是背到那块 我女儿就这么说 妈妈呀留着棍脸服穿吧 也不说的 说就是 很感动 对对对对 都过去了 这些都不说事 这些 非常好 就是现在这个 结局是很不错 现在她幸福 她幸福 我跟你说就OK 如今 闺女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大妈终于可以毫无牵挖的 开启新的幸福生活 大姐先找啥样人啊 先找就是工资稳定的 就是年龄不能超过十岁 你今年是五十 五十三 五十三岁 工资不是需要她太高的 起码跟我俩生活的 这个住房啊 最好是本事最好 因为孩子的本事 如果外地有合适的人选 就是她家 当地她有房子 她来我这也行 假如她就实在也没有房子 她外地的 这个人我也比较相多 有演员 是不是我俩相处人 都住得来 那她就是没房子 我也可以考虑 哎妈 这么通情你的好大妈 红娘这次安排的过分了啊 没办法 小咖也只有说说的分 最终俩人还是见面了 咱这也行嘛呀 咱这我这咱这也不行 一百分都拿几分 就是 人当然不发言 因为这个人是秀妮 大妈还是单纯了哈 笑面糊可是咬人不见血的 再结一次婚可就三婚了 可长脸行吧 原来有什么感觉 我就是很有正式工作 我也是大工 我有那个社区医保 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重大病的那个医疗保险 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就是我几乎就是没啥负担 现在就算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你是什么婚姻状况 我一直未婚 一直未婚 我不想选择这么一几个婚 他没结婚 他会不会是特性的 他会不会 因为他没有就是这个 嗯 婚姻的 也就是那个 咋说阅历 大妈你的猜测是对的 一定不要被眼前的假象 给蒙蔽了双眼 差不多就该往家撤了哈 没想到 大爷敬给大妈灌起了迷魂汤 有的就是你的不是物质利益挺挺要求挺的 我俩就出了半年 他就是提出了我的产权问题 我的工资问题 然后到结婚时候 你得给我多钱 他要了二十万 一开家庭会议 所以这人不能不能同意 也没结婚 那管你要这些东西 钱的东西 这些东西要到手了 完了他把你碾回 不要你在那住 那你那你也没有啥 依据 两手做空气 那要是真实你的因素的话 那么我对的男的评价就够了 完了上套了 大妈还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有两顿离异婚 2013年的时候 我来经人介绍 我来就是这个第二段 这个13年结婚13年离婚 也是因为我姑娘才22没结婚的 他也是对我看女儿亲上的 也是有点不太高兴 他说的如果我和你女儿 你选择谁 那你肯定选择姑娘的 不能选择她 人家亲生孩子 你咋能本人隔离呢 隔开呢 这是不对的 大哥是这么想的 嗯 大姐觉得 谢谢大姐 理解万岁 听到大爷的表态 大妈感动的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 好话谁不会说啊 大妈 如果哪天真去闺女家住两天 不出三天 大爷非恶死给你看不行 总不能每次出门都要赶大饼吧 看着大妈这么好户弄 大爷主动提到了自己86高龄的老妈 我和我妈在一起住 啊行啊 那老人嘛 那正常 你母亲今天多大年龄 86了 86身体挺好 还行 嗯 那时候你这母亲呢 你这八多岁说心里话 这是你的父母啊 嗯 是 那可不 家有一老一单有一保 那可不 你这个年龄 还有妈 那多幸福啊 那呗 那你看你多年轻 你看 哎呦 我要大四岁 好像我比你大五岁 哎呦 我要大四岁 好像我比你大五岁 哈哈哈哈 可不是吗 这都是一家人的功劳 家里有老人多好啊 真的呗 嗯 好啥啊 不闹的 不闹点 有老人好 有老人好 那都 做子女的都巴不得 就是这个老母亲 多活几年 就是明活五年 都希望她活十年 好好地刺慌她 照顾她 她省心 她越省心 越开心 她活的又长远 你当时一般的女 哎呀妈 你不老菜呢 我特别 就是累赘吧 我一看她特别孝顺你 一听 有妈 哎 最高兴 对不是这个人好 这人当然是好 就怕你不配 虽然大妈对老人 并不反感 也不觉得是个累赘 俗话说的好 脱习关系 远相近臭 大妈也有自己的态度 那你是想单独 就是跟老人一起度 还是来看望老人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怎么打算 我就想跟我妈在一起 行不行 你离开她 还得我俩姐 再来回跑奔波 我姐在 有一个姐在车站那边呢 我要是如果是跟这个老妹要结合了的话 就不用他们了 那反正大哥不好意思 那就是果断你说的 那个不行 不行了 合着就是给一家人找个免费照顾老妈的保姆呢 错了 不仅免费 保守估计还有可能往里搭闲 听到大妈这么果断 大爷慌了 不照顾老妈 照顾我也行啊 再就是我家南江路有套房子 你说上大七楼您方便吗 方便 我家六楼 可以 上外地可以 上外地哪里 丹东 那儿还有房子呢 大哥那你说 或者你去那儿会生活 或者去我家生活 经常来看望老人 咱几个人来照顾老人 都留照顾 行 我肯定在这方面 我肯定不得懒惰一点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有点记忆就是天天在一起 我想你们俩多一点这个相复 不在我家 上别厂 上别厂住去也都行 毕竟巨婴在家没有发言权 这是还需要家中的大哥表态 你们愿意在这儿就在这儿去 愿意上七楼 愿意上七楼 愿意上三楼就上三楼 只要你们两个好就行 听懂了 只要大妈能成功接手这个巨婴 大哥表示愿意接受一切条件 得归家里房子多 这个弟弟能离多远离多远 住哪的问题谈妥后 大妈觉得事事后 问问公司卡的问题了 你要成家了 嗯那个 这公司一定交给大娘 不用 成家你不交妈 那不行那行吗 老人 老人会不会有意见 没有没有没有 是吗 不会的 他这时候怕我烂花钱 就是有人管你 我就不管了 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 这工资怎么安排 工资我 我不管 都有你负责 就是我要是再去 再去搞活 那我的钱 一切都归你 我不管 我不管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大妈提醒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回家记得看看节目的回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听 length 赞出品 他的